我的性格更内向更敏感 然后脾气方面是 他很少指着我冲我发脾气 而我一般的时候是冲他发脾气多 在大的事情上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分歧 在小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 他是非常守时的人 然后我很拖拉 他特别不喜欢逛街 我特别喜欢逛街 然后喜欢把哪都弄特别干净 我就是把哪都弄特别乱 虽然耀阳引发争吵比较多 但是他态度很好 他是一个很容易去反省自己的人 但我们两个可能比别的夫妻在一起的时间更多 就特别愿意跟这人待一起 还待不烦 还想待着 然后还觉得就好多事可以一块干 被爱 被保护 然后被尊重 对这是很重要的 对这是很重要的 2002年11月23号的那个晚上 就我们两个就碰到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12年的一起走的这个路 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不是吗 但我很幸运我碰到李扬 当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李扬我不会给你很多 我说但是我给你个家 给你个家 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说 我说我特别希望能像爱自己一样爱他 我也特别感激 然后 就是觉得特别好 可能比如说旅行的时候 可能我们想一想 说咱们下礼拜就去旅行吧 可能就去了 不是因为一个纪念日或者什么 我们一定要这个才怎么做 我们现在从来没有说 想下礼拜去旅行就去了 没有 谢谢你们 谢谢 太高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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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